你知道吗 坐底下 他离我近的我都难受 我想赶紧让他回家 对 那你刚才还一直从上边 跑下底下跟我一块坐着 是紧张吗 不是 我是安慰你 行了 别说了 好吧 行 行 不会有人觉得我们可以赢下曹妍他们 很多人觉得草根跟职业篮球是两回事 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职业 所以我们要为这场比赛做好完完全全的准备 CBA继承者能否作为第一个战胜考核官的队伍 而街头考核官能否捍卫自己的不败 比赛开始作为挑战者的一方 身穿黄色灌篮球衣的CBA篮团继承者队 先发进攻 曹妍 外线没有命中 来吧 曹妍 上面你的 面对黄夏冰 这下提上让白晶做一个掩护 直接拔 非常拳拳 曹妍面对黄夏冰 三分 贫药 曹妍拔着 3比0 可以 曹妍开局手感火热 现在挑战者队0比3 我在用 我在用 sorry 李静龙 来 突进来照 早晨 先犯规 绿的犯规 没事吧 没事没事 还行啊 李静龙突破也行啊 现在挑战者队0比3 曹妍持球往内线突 两边对抗都很激烈 可惜没打进 浪板球被白晶拿到 腰掌吗 不要拉开来 白晶 一对一 他的机会 很激烈 对 对 二对 白晶 一个漂亮的外国 直接晃开王翔平 上篮脱针 我去 太可乐了 这儿不好放 这边的防派也不好放 5比0 打篮下 打篮下 5比0 王翔平 篮下自己拿到篮板 再来一次 敗 咱俩站太密了 咱俩开站点 一罚中 5比1 CBA继承者暂时落后 5比2 王翔平稳定 罚中两分 曹妍待一步之后 中距离 前方一个 曹妍稳稳收下篮板 看看一突破 费转身 漂亮 左手 就得正给他 漂亮 注意转换 注意转换 5比4 持球方现在领先一分 白晶中距离 篮板 篮板球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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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妍 运球失误 丢失了一次追分的机会 防守 防守 现在5比4 考核官 领先一分 反切 漂亮 漂亮的切入 曹妍和杨震 这一个来自街头 来自东端的连线 这就是街头的默契 他们真的是太默契了 反正他们自信 你知道吗 篮下不能防守 尽快刺 直接打 挡一下 挑战者这边 他没过 落后的三分 突破 分球 左侧看看这次出手 篮下篮板收到 这下布兰 幸好 国战宾非常积极 两分放中 好球 杨震 杨震面对两名CBA球员 也丝毫不怂 打成一个2加1 杨震 他们遇到强的可能会打得更凶 是老爷们 老爷们 老爷们又在里面对抗 注意篮板球 注意篮板球 9比6 一次的加罚 轻松拔进 4分分差 10比6 看看李金龙 获得机会 就迅速出手 漂亮 3加1 漂亮 漂亮 3 李金龙作为CBA神射手 在三分线外给予对方2加1回应 我要一个3加1 漂亮 李金龙还获得一次加罚 如果罚中 比分将扳平 没关系 好好罚 咱们把拿的吧 没有罚中 但是有进攻篮板 进龙 李金龙在中间的位置 面对曹芳 看看 突掉 右手上 杨震第一次点到 杨震拿到球 拿到篮板 看看杨震 决定自己来 一对一挑战 杨震 马上给球队再上场分 素素 漂亮 漂亮 杨震 空中的拉杆和制空 简直太惊人了 12比9 这一下 曹妍和王湘兵的沟通发生问题 球传出界 这一下 干啥呢 曹妍 没有配合 三一大一 8 8 8 街头考课官领先3分 好不好 这边拉到左侧面对王湘兵 看看一对一 再干拔三分 好的 这边CBA 蓝蓝骑成者队 我们的挑战队 曹妍获得一对一机会 看看在中路突破 传球 前路 一或二加一 漂亮 好球 好球 王湘兵给出回应 12比11 这场大家都站起来看了 该赢一场 好 来一个球 来 拔进这球 比分将打平 打平了 12比12 两队回到同一起跑线 看看白金 一对一的能力极强 篮下 面对李金龙 右手在上中 14比12 这边马上可以到内线 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很可惜 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怎么这种 这种球都接不着 14比12 持球进攻的一方 领先2分 曹芳 面对曹妍 变相走右侧分球 白金观察再接变相 看看进攻时间 曹芳 这下强投 这算做出界 好球好防 挑战者队这边防得不错 太乱了 不着急 火天啊 好紧张 咬得很紧 比赛 针尖对脉盲 非常焦处 看看低位给到 不用非常弱 走走 看看李金龙观察 给到切入队友 漂亮的传球 篮下这两分 有人 好球 比分再次打平 14比14 白金再次一对一 A1 A1 白金再打进一个2加1 作为街头考核官 一对一实在的个人能力是极强的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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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